字幕提供了我們的修士 玩具TV 抱歉 現在你們看的 無縫形影 先看一條茂理 無論如何 茂理還是茂理 這次和大家看的就是剛剛 Tamashi Sports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 本身的店舖不算很大 亦都不會有東西買 所以如果真的想送其他東西的話 Sorry 這次看完我剛剛介紹你就可以關機了 但如果想看本身Bandau 特別是Tamashi Nation有什麼新產品的話 繼續看 殺進去 剛才有一個Wild Trip看了大致上的店 現在就直接 如果作為一個客人 來到有什麼看 現在就 走了 其實接下來Tamashi Nation會有什麼產品呢 就在這裏看完 如果大家喜歡Figure Art Zero 信很快就會推出 另外我自己最期待 當然是這個通販版的京寶帆 另外一些選擇 例如石牆 都會接下來發售 當然如果大家喜歡龍珠的話 不用考慮了 基本上最新最新的波羅蓮 以及這個 用神形態的Gorgita 都會是今個月推出 至於大家期待已久的Metal Build Great Massenger 亦都已經 一聲 27號就會推出 當然 我想在玩具TV說一點關於KIVA 原來日本 在未發售前已經在炒 你是否傻了 這整件事 不斷地oop 當然我覺得BARIA會少人玩 但作為一個超級的YoutaramanFans BARIA才是我整個月的目標 首選 次選 必入 決 這件事看到的就是美女 美女持的就是 有人說大媽球 我覺得是OK的 Caption Marvel 如果大家有留意Captain Marvel的話 這次其實SHF這隻Captain Marvel 特別是面相 終於回來了 除了拍完美女之後 其實Touch and Try 亦會有一個角落 讓玩家去摸一摸 本身接下來的新產品 這次是帶給大家的 1比1800 輝南大泉的白色基地 這裡會有一個小檔 雖然這麼美女不用理 對 有一個小檔 當然有什麼作用我還未知道 但目前為止有一個小檔 招呼大家有什麼壞事 來到一個怨念物的顯示器 為什麼說是怨念物呢? 櫃裡面最頂那一架 現在正在拍攝的 是外面2350座底 是座底的初號機 當然 都是那一句 接下來Bandau也已經通知了大家 是再反的 所以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光顧炒家 至於中間那一架 就是接下來的 Gundam Universe 一個新系列 今次也會展示了其中三隻 Wing Zero 高達 以及Unicorn 另外本身還有三部MS 死神 沙朵諾 以及布桑 這裡沒有展示出來 Anyway 高興的 隨便看隨便選 不過就沒得賣 再拍攝低一點 到Kiloro系列的Kiloro雲 本身都已經有五部在這裡 而側巾也是這個NX系列 最新也是最搶錢的作品 機會來了 飛雲 龍神苑及一眾魔神 在這裡 好 滾完之後就可以回到側巾 又是一堆怨念物 當然 價錢來說有很多都不算很貴 不過 拍攝一下 Strike Freedom 大家恨一恨就算了 另外側巾也有 很快便會有 這個獨立推出的 雲限定 不過這個當然不是雲限定 的Strike Gundam 也不差 順便說一說 大家留意 接下來準備出的 Tamashi Nation Limited 它本身 Art Angel的標誌 竟然 新的獨立版本是沒有的 問你死了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買開這個Strike Gundam 老實說 不需要再謀著這個Tamashi Nation Limited Version 這次是F91 我自己很喜歡的西布頓座機 呃 好 Side Track 這裡其實剛才也有拍到海盜X1 如果接下來有X2 X3 甚至是Ghost 那就完美了 好 看下中間那一格 4月23號 Ranger's 4 Endgame 今次中間這一格 為何放滿了 都不用多說了 為了這個迎接Marvel Endgame 的來臨 所以本身中間這一格 也都放滿了Marvel 所有今次最出名的英雄 反而大家要重視的是中間 他竟然有這個Captain Marvel 在這裡 剛才美女拿著美女 現在其實套了面罩 好坦白說 我覺得更漂亮 Anyway 旁邊也有這個Weapon Set 的Mark 50 沒有記錯就應該很快出街 變了現在都可以看看 究竟Mark 50的Weapon Set 是甚麼材料呢 今次在這裡 都會顯示給大家看 再移過一點 比較少見的 就是這個黑臂的東兵 今次其實他本身 做這個 即是在 一些日本的書刊裡面 的樣子和現在的實物比 坦白說 現在的實物是比較漂亮 是真的比較漂亮 超合金雲 今次依然是最精彩 最吸精的一定是Gector Emperor 本身也跟上次這個動漫節一樣 就展示了本身這個三部戰艦 再之後合體了的帝王三一 他本身整隻的情報量是非常之多 當然有些朋友其實影後 看過後面之後有說 怎麼搞錯 為甚麼Gector Dragon的頭 偷膠 算了 你給多少錢 都是那句 張咒一下 另外中間就是 這個2202版的大和號 其實裡面的戰機都很仔細 亦都跟回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星效 會有一個專屬的remote 所以如果可換性來說 你是猜不到它作為一個戰艦 都是有這麼多東西玩的 那麼 旁邊就是GX70 這個Massandra 那麼 另外就是 都已經出了一段時間的大武士 GX83 FA系列 那麼很多朋友都說 本身其實出入金雲FA 有些少少浪費 但我自己來說 其實如果要注重外型 以及要注重可換性的話 老實說 超合金雲 反而之前大武士我沒有買 不過 這個FA系列我沒有走過一隻 因為實在太美了 好 不斷說完 又滾一滾回旁邊 不斷看一看 DC Dore Mi Fasola 8件 我想我沒什麼需要再說下去 所以就把鏡頭印一印去旁邊 SHF RIDAR 亦都現在最Hit的兩個RIDAR 時王系列 除了時王系列之外 其實本身 真骨雕 沒理由 咦? 真是沒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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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也說 咦? 未出先炒的KIVA 它又沒有放出來 Anyway 如果大家想等這個KIVA 的話 可能要等它出了街 才可以在這裡看到 好 接著去到中間那一格 就是隻手可熱 BANDAI 的銷售 盤具首位的龍珠 而龍珠 這次當然最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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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當然是FULL POWER的博羅蓮 你看看它的對空 嘩 大哥 真是 問你死了嗎 另外我自己就覺得出得不錯的就是裝紙 它真是跟回這個鳥山明的裝紙來刻畫 以及本身它留意關節的收藏位是很漂亮的 當然啦 其實對思路一戰的時候的青年不犯也很吸引 加上我自己最喜歡的未來版杜拉格斯 也是非常正的 不過反而它竟然沒有這個暗黑不空 可惜 有少少可惜 再滾低一點點 去到這個街霸系列 其實接下來我反而比較期待的鐵面繪家 即是BOROCK 它這裡也沒有展示出來 但剛剛新出的BRANKAR也在後面擺好了 不過也說多一點點 其實本身它擺姿勢都擺得不錯 不過 CAN的升龍拳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開個櫃給我幫它撿一撿 這樣就會好一點 特別是那個豪鬼 本身 其實真的很多招牌姿勢可以擺 何解會擺這樣的姿勢呢 好了 伸完一輪之後就跟Youtalaman系列 剛剛除了Youtalaman RB 這四個地水火風之外 亦都有最受歡迎的ZERO 亦都是我自己 坦白說 超人系列來說 五大 ZERO 都真的佔了頭三個 另外 旁邊亦都有 抵食甲大件 當然 我當然是說這個坊間 非常吸引的價錢 所以變成了 無論是男人的 哈利波特三小傻 好 看完 就看一看 Hello Kitty 米奇 還有這個彈簧哥 還有這個 Little Twin Star 好像很順利 如果是一些女孩子喜歡的話 都可以過來這邊 因為本身 整個櫃裏 大部份外面的坊間都可以賣 價錢是非常吸引的 所以變成 無論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來到都應該不會失望 另外一個 出名的系列 FREGA ART ZERO 不可動的立像 上面就是非常受歡迎的 露菲和一宗海賊 中間亦都有 很多不同瘋狂造型的立像 最可怕當然是下面的三件 來到差不多尾段 一聲 如果大家真的有玩 這個超進化魂系列 基本上都不會覺得陌生 無論是這個寵物形態 和這個成人形態 都是拿到一個很好的配合 和很好的平衡 至於中間那裏 其實我有一點點詐異 在這個Bandau裡面 星矢 聖鬥士應該是一個很大的系列 但為何這裏只放了五件呢 我覺得有點浪費 如果將來有些新產品 除了這個最新的米羅 其他我相信都會在這裏擺 至於側近的就是一些 這裏擺 這裏擺 還有這個 我已經不太記得的 Movie Realization 還有這個 High Metal R 另外它既然有High Metal R 它又不會有偉機利 應該是 未必有版權 Anyway 有少少可惜 無論如何過來看看 也不是一件壞事 好 我不知道玩了幾多分鐘 但其實本身這裏的 層設和任何東西 我已經和大家很簡單 或者已經很全面 這樣說了 記住 如果這裏 大家走開這個朗豪坊 也不妨來到10樓這裏 調整一下 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生產品 可以帶給大家 當然看完 走過兩個街口 過回街王 邵曼CTMA等等 等等的地方 再入手 都不是一件壞事 下次 下個星期四 玩具TV再見 拜拜